吉安湘公所为了提供民众更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特别向观光局申请补助经费 重新塑造吉安火车站前两侧的休憩良亭 并更新导览、灯箱以及公共座椅 让出站后的旅客以及行人都能感受到自在安全乐活的吉安湘之美 吉安火车站前两侧的休憩良亭 一手过去老旧形象 特别针对主体的木造结构加固翻新 顶棚的PC板也全都汰换 更加入导览灯箱、公共座椅 重新塑造更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日前乡长游淑珍也前往县地会看 不仅仔细检查各项建设后设施是否完善 还亲自坐上休闲座椅 确保游客能在此获得最优质的印象 适性宜居美丽的吉安荣获我们经典小镇的特色小镇 所以获得我们交通部旅游局为我们开启的适性建设经费 让我们让旅人还有住在这里的乡亲 可以有更安全更适性的环境 也让旅游客一下火车站就可以看到洁净安全 而且非常舒适的休息的好环境 我们相信吉安的建设来共构我们中央 也可以让我们地方得到最好的一个生活移居 而吉安相公所也表示 后续将会在广场东北侧 放置阿美文化村打头目十项 期盼延续部落的精神象征 这兆部落历史荣莖也渴望成为初战乘客 最吸睛的打卡基地 记者徐立琴吉安相报导